欢迎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 薄荷出现这种情况要怎么做 下面发黑了 其实这位花友我跟您说 薄荷就是一个杂草 在山东你全我个地吧 都可以地灾 因为你盆栽发黑它是下面的黑 而且你还是水培 你给它泡那么些水 这又不是泡菜 也不是腌咸菜 杂草 这就是传说中的草都养不好的花友了 明白我意思吗 不明白 不明白 你把你这边花种地上 你啥都明白了 下花友说你看我一下的柠檬树 灯叶的黄了 是不是黄化病了 是黄化病了 就营养不良 类似于人的营养不良 那些贫血 植物上面也是营养不良 就黄化 下花友说 老花姨的锈球 重生的分出来一盆 可能是什么羊分伤根了 在那那的怎么处理 看看这个锈球 这个锈球是很严重的黄化病 然后是有一些个烧 现在给它修剪一下花友 把所有的花包给它剪掉 留一对叶片 然后呢 正常的浇水 不要强光暴晒 不喜欢强光暴晒 别的没啥 这就是病来如山倒 脆病如抽丝 你这样的缓的话 起码得半年以上 下花友说 老花姨我的茶花咋了 还有救不 你这个茶花 这不是胶尖吗 应该是根 闷根了 花友应该用那些瓷盆之类的 就跟人一样 穿着大皮鞋五角了 可以适当的松松土 在下回再用盆和土的时候 一定要排水抽气 像是我说 我这网上买过来 嫁接的桂花 怎么养成那个花瓶那么茂密 想想茂密 这玩意 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你用盆啊 用土啊 你在用的啥这都是 你把表面的土 先挖出来一部分 等到露出来表层的根系为止 然后正常的养护 该施肥的施肥 长长一点的时候 再修剪 就会越来越密了 现在先让它长 现在它拔高 好吧 别的没啥 像话说 我的小香松顶部一直搭了人 是要挂了吗 墨的土是湿润的 是不是快挂了 这不是快挂了 是在往挂的路上去走 如果说盆土湿润的话呢 就稍微控控水 可能是您那边比较热 老是脱水而导致的老是发腻 好吧 就跟人一样 嘴唇老是干 你老喝水 它嘴唇老是干 说明是空气里边太干燥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看实在不行 可以修剪修剪 也不用修剪也行 好吧 大家伙 你刚才回顾一下 刚才那个花油 那个薄荷的那个花油 我怀疑你这个也是那种盆 就下边老是用水泡着 时间长了把根泡坏了 它也发劲 好了别的没啥 今天养娃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我老花一 养娃尽那一 下一步见 回来 好